好同学都知道我们学校就是这两周改成线上课程 然后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快点把你的副格写完 不想再拖到学期末 所以我们一定会在现在四月 四月底以前一定就会有让大家 present你完整的副格的机会这样子 下半学期我们应该要来看很多有关于使用副格的手法 在浪漫乐派或者是到现代音乐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作品 怎么样去使用副格的手法 副格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好那我看了大家的 再看了一次大家的影片 我也写了comment 然后刚才有寄给大家 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只看自己 要看一下同学的为什么会被念这些问题 这样子 然后自己不要再去烦 然后你也可以学习别人的好处 好 那我发现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大家在写作的时候 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副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这些模仿音乐的这些模仿 其实来自文艺复兴时期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在弥撒曲还是在经文歌 你都会有Imitation这件事情 然后到了契乐的时候 他会开始有这些比较可以复杂的音形 是比较不容易唱得出来的这些音形 因为契乐的发展 还有就是功能和声 我们从modal变tonal的世界 好然后这两个是一个最大的变换 但是你会发觉说 织度也就是这种模仿的这些手法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改变了从吊诗到吊性 我们改变了这些比较复杂的音形 我们改变了从人声到契乐 但你会发觉其实最没有改变的是这些制度 我们会有程式主题 我们会有模仿 我们会有一些魔镜 但是其他的这些元素其实都在改 所以其实学会这些模仿的手段 也就是副歌或什么 其实是对于你将来面对所有时期的作曲的手法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或是理解作曲 今天我不是作曲 在理解作曲方面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OK好 那很简单的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到两件事情 就是要做什么 然后多长 这样子 所以我就发觉大家在评论上面被我念说 看图说话 或者是看到哪说到哪 就是你完全听你讲 都知道你其实对副歌的精神是没有概念的 你就是到这边 然后就接一句什么 我觉得那个是最低阶 最简单 最不用什么大脑的方式 但反观有一些同学 他不会一边谈一边讲 他会谈一点点东西 然后告诉你说 接下去过了几小节之后 这个目标是到哪里 你就表示 听他讲就知道 他其实是很有结构感的 就算你今天没有看到谱 你都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很多同学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 然后看着钢琴 看着布 可是其实你要知道 你在 你今天是在制作一个影片 你想要让别人看懂 你不是只是在交一个作业给我 当然在做东西就觉得 老师我们不是就是交作业吗 那就表示你永远只能做到老板 期待的最低限度而已 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将来的业主 你将来的老板 或者是你将来要服务的学校 要服务的地方 你的上司会被你惊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 但我觉得有几位同学都非常好 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也 你听他讲都知道 他其实在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比较 比较 他可以看到很大很大块的结构 他也可以跑到很细的东西去 去讲 这样 OK 好 所以呢 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你现在要下笔去写 我先讲一下我们的assignment 就是这一次的功课 其实就是要写完 那个第一段 再来就是 为了要写完 我觉得逼大家去练这个复格式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writing的homework 然后这是playing的homework 你一定要弹至选这两侧的平均率 至少三首 但大家不要紧张 只弹 only the first section 因为你现在写第一 我们今天功课是 请你把第一大段写完 所以你必须要去找三首 不一样的fugue 不要不能重复你上面弹的那个 然后呢弹出也是拍影片 然后录出你的第一段 只要第一段就好了 OK 所以这是要making films and这个是要making 然后弹完之后你就弹你写的 这个第一段 但是也要再另外教一个 我会在model开一个 那个 作业专区 然后你要把你的pdf档 呃交上去 这样子 ok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当你现在真的要去写 完第一段的时候 我再强调一次 你永远要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也就是你今天到底是一朵完整的花 你在诚试你的完整的主题 还是你再把花瓣拆下来 成很多次 还是你再做一个 效尾自由的中指示 那我讲过这三个都会有前进感 也就是你今天这个本身 我们在设计soft 老师就一直想到 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流动感 再过来 因为你在转调 在摸进 你也会有前进感 再来是你很想解决 你也会有前进感 所以你会一直让音乐前进 就算这个节奏是很boring的 你要知道 其实你现在在八卧课时期 这些节奏合在一起 全部都是 16分音符 可以这样说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让那个 那个轮胎一直在滚 那个轮胎一直在perpetual motion 对不对 也就是你今天 你不但使用的素材 都要是有动感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动感 都会建立在很精致设计的一些阴形 跟你的我们的功能和声上面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第一大点 然后再过来呢 就是长度 这等一下我们再分析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譬如说你就是要拆一个小花板 你要拆多长的小花板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然后你今天如果今天是处理四声部的曲子的话 你把四声部唱的其实地段已经非常非常长 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做episode 那如果你今天是三声部的曲子 可是然后你的那个主题又比较短 那你就会有很多机会去做episode 所以它会在这三种 跟这三种里面 都有不同的长度的比例 譬如说我唱了几次这个 然后我用了多长 我出现几次的这个 然后再过来我的终止是花了多久的时间 这些长度都是可以去玩弄的 ok 这两个东西都有注意到的时候 你的副格绝对不会失败 这样子 ok 好 那当然因为我们前演出也是两声部的创意曲 我们现在出演的是三声部 三声部四声部 五声部的fugue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 你的fugue到底是要三声部 四声部 五声部 这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决定好 你看这个谱下面都会写 对 你到底要写几个声部的fugue ok 好 好 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册的一开始 好 的第一个这个是这个东西 那我很快的画一下 所以大家都知道到这个me 从若启到强牌 然后再过来 就会有一个这个sodo doso这个会是一个tonal answer 对不对 还是有不知道是谁在评论面我有骂过了 就是还在那边跟我说什么 什么阴沉变了这样子 其实我再讲一次 tonal answer就是主属音对调 阴沉变只是它的结果 不是它的原因 你不要再一直讲阴沉改变 下次我再让我听到有人讲tonal answer 就是阴沉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真的要骂人了 它阴沉不一样是被逼的 因为它主属音对调的关系 它要维持它的tonal 它要维持它的调性 它不想要那么快转到鼠调 这个answer 它想要多一点有主调的声音的可能性 所以它才叫做tonal answer 所以它把主属音对调 然后让主音在这个鼠调的answer里面 还有机会出现这样子 好吧算了 所以请要主 我不要再听到什么阴沉不一样 不要再用眼睛去解读 OK好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 它这样出现之后 然后第三个 的 好 这样子 OK好 所以我画粉红色的地方 它就是这个 exposing thing 就是把主题 呈示出来 这样子 OK好 然后再来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常常我们在第三个声部出现以前 会有一个episode 但是它现在没有 表示它 应该就是我现在讲到长度了 它就会 回补一些这样的行为 因为它只有三声部 它唱完之后 它没有那么快要去唱第四个声部 有没有假性的第四个声部 还不一定 但你会知道说 它今天 因为唱完它没有这个 它就要开始去回补一些episode的长度出现 所以一定它的长度不会短 所以果然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画一个颜色 黄色 黄色好了 然后再来 然后再过来 然后再过来 OK 所以这个大概 大概 我不要用黄色笔画了 大概到这一块 就会慢慢的从episode跑到canon 但这个我们在创意曲都学过 也就是 它会一个手先变虚线 就是没有那么忠诚线 没有那么忠诚的再继续模仿下去了 然后 然后会一个手变虚线 然后可能 就进到一个 往中指示 比较自由的音形上面走 这样子 OK 然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中间这个声部 开始有点变化 它没有像以前这么怪 它不是 它往上 对不对 然后再来 OK 所以看这个这样也是快要到虚线 所以它看起来很像 可是它有点阴沉的改变 所以每一个声部都慢慢的 慢慢的浅移默化的 去变成中指示 所以在这三个小节 大概就是有一点点 介于episode跟cadence之间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转到极大调了 OK 然后 其实 所以这个低端非常非常短 然后它就是 这么快就到第二段 OK 好 你说老师我怎么看 到底什么时候是 在低端 第二段 OK 这是一个很好玩 通常 就是你今天 基本上 first section 写在下面好 它的重心 还是在 你的tonic 跟dominant 的调 尤其是tonic 给它多一点 这个打勾 OK 然后 我们都会知道说这个tonic其实就是subject 当然今天如果subject去出现在一个非主调的非主调的调像 那绝对是第二个 第二个段落以后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它会一直在这两个调上走 然后但是它又每次走完之后它可能又会回到这个tonic调 但它如果这样稳的到了一个心调的时候其实它就应该是到第二个段落去 而且它在音乐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gesture OK 好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宗主师之后这边完之后 其实后面又变成缩成两个神谷 这个一定会在第二个段落 因为第一个段落不会在它的里面做一个这么大胆的好像倒退回到一开始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介绍越来越多 然后把自己的调性站稳 所以你大概看到这个连续这么久的两个神谷存在 其实不太可能在还在第一段里面 第一大段里面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到这个地方 OK 好 接下去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吧 OK 回到粉红色 比较短的东西 好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 OK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我讲的 常常在第三个声音部进来之前 它会有一个episode 好 所以也不是不知道是哪位同学讲说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 codata变得比较长 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都很奇怪 它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episode 也就是它一定会音乐内容 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磨镜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音型 因为它不可能变化很多 它再变的话就会跟主题很像 所以它必须要低调低调 所以它必须要用极少的极少的素材一直在反复 磨镜或者是磨 或是反复 这样它不要太多的变化 所以它 有没有 OK 好 注意这是第四个声部的fuge 所以我们还有期待第四个声部 所以第四个声部什么so出现 其实是这个地方出现 OK 好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一样是tonal answer RIGHT DO RIDA DO 因為主鼠音叫SO DO DO SO 才會造成這個東西 所以都不是陰塵被 陰塵自己要改變 陰塵是被改變的結果 所以大家不要再講TONNO 就是陰塵改變這樣子 拜託 求求你們好不好 就是因為主鼠音對調 好不好 會造成陰塵改變的結果這樣子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他第四個生物分子 可是你看到其他的他的 他的第四生物出現的時候 其實生物是很空的 剩下一個生物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再把它填 你看他甚至到第一段結尾的時候 到這個的地方的時候 都還沒有填上四個生物 其實是到後面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四個生物就會很害怕 但是你一定要把每個生物處理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件事情 OK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講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這兩點 也就是什麼樣的 就是你現在在做什麼 什麼處境 然後做多久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看他的魔鏡 我來畫一個顏色 OK 這邊一定是魔鏡 所以是誰戴魔鏡 然後倒影 有沒有 很明顯的 就是副格跟之前的影片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他們基本上的魔鏡 都會是有一個生物在帶領最主要 然後接著別的生物就去附足在他上面 這樣 OK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並不是每一次 所以因為他生物變得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其實要維持他的可變性 他的彈性 其實你就是要先找到一個最前景的一個生物 然後再把其他的這些音型看能不能够加上去 這樣子 所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地方是一個 其實超簡單 你看 平行 然後這邊再填充一些音 然後 是模仿一開始的這個 前三個音的音型 Right OK 好 再過來這邊 這邊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 粉紅色 OK 所以 其實他 雖然是四聲部 可是你看 這個 所以這五個 entry 都是新鮮的 都是新鮮的 的位置 所以他常常會有三個聲部做四個聲部的假象 四個聲部做五個聲部的entry的假象 這些都是 大家不要把他看的 然後老生 那個跪著什麼 其實他就是你創作上的一個自由 你可以怎麼樣去幾次 然後去唱 怎麼去exposing你的thing 其實都是你的創意 大家不要把他想成是一個很可愛的自由 就是有限制下的自由 而不要說那我到底要怎麼寫 其實他就是一個看你覺得 因為 其實他都有英國 為什麼他今天可以做五個聲部 可是因為他的音域其實非常的窄 對不對 他的主題很短 他的音域又很窄 他當然就有可能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其實都要回到你怎麼 你自己的 設計出來的這個主題的屬性 到底是什麼 這樣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所以我們回到綠色 接下去 應該是episode 對不對 你已經抓到了 好 其實每一個聲部都在做 sol la fa so mi fa re mi 有沒有 sol la la so mi fa fa mi la da re da li ram da li da da ram da li da da ram 有沒有 ok 對不起 從無 export到香檯 fa si mì la re so do fa 其實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finish the circle of fifth 對不對 是一個循環的五度 然後再來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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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有沒有看到 欸 主題再現一次 中間這邊 然後再來 這樣這邊 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沒有嗎 ok 沒有了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就是中指示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沒有清楚的 所以大概從 這邊 就是 Cadence 然後這邊有一點小小的處境 你臉上都不可以放過 所以一樣它有Cadence 有沒有看到 非常清楚 請問我有沒有任何時刻是 不曉得自己在幹嘛 沒有對不對 要請你們也不要這樣 拜託你們 可以嗎 什麼時 你要非常非常清楚 你現在到底是什麼 所以你看 沒有任何時刻是 你不知道在幹什麼的 我沒有畫的地方就是中指示 對不對 好 那這首就跟剛剛不一樣 對不對 你還記得嗎 我會過頭來看剛剛的 好 唱了三次之後 有一個 那個 episode 然後就接中指示 超簡單 然後現在是唱完 兩個聲譜 就有一個小小的 episode 然後唱第三聲譜 又有 又介紹一個小小的 更長 你知道 長度長度 更長的episode 然後第四個聲譜進來 甚至有一個假象的第五個聲譜 我知道你們在看那個英文的呢 他其實 有些人在想說 這是exposition 這是counterexposition That's fine That's okay 反正那你知道就是說 他其實回到音樂 他其實沒有想這麼多段落的事情 就說 我很想再唱 我的素材很短 所以我再多唱幾次都沒關係 這樣子 OK 好 所以 唱完五聲譜之後 然後又有一個比較密集的 的 的 大家都在模仿的 而不是只有一個人在帶的 的episode 然後又開始再唱一次 OK 然後 又有一點episode 然後又再唱一次 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他在這個花的時間上 很久 很 很多 反正在這一首裡面episode 是比較低調一點點 都短短的 對不對 好所以其實都是啊 那 the material tell you what to do your material material will tell you what to do 不要強迫他 一定要學哪一首的公式 那拜託你不是在寫音樂 好嗎 OK 聆聽 listen to your material material OK 再來 我剛剛說什麼 我忘記一件事情 喔算了 OK 我們先接下去吧 OK 我們來調後面一點點 三聲部的 OK 一樣的 然後呢 一樣我們用這個來做 然後 然後 再過來 然後 就一定這邊是episode 對不對 對 然後再過來 呃 呃 意味是三分变二分,三分变二分 你一直活在三分二分,你看 三分二分 它会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可爱的 perpetual motion 很有趣的一个perpetual motion 好,那这是一个三个声部的fugue 对不对 ok,所以我们刚刚学会有没有 就是说,其实它有很多手法 大家可以慢慢去归纳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 就会有一个声部先去带 带领大家跟着它 然后 大概是从这边的这个持有飞音过来的 有没有 ok ok 好,所以 嗯 你看 Fa, Re, Mi La, Fa, So, Mi, Fa, Re, Mi, Do La, La, Re 所以这边一定是中指式 超清楚的,对不对 ok 好,然后 这个地方 我们先找它第一段在哪里 它这边才解决到低小调 所以其实还一定还在第一段里面 它第二段一定是头要转调嘛 对不对 ok 或者是它要有一个很强的judge 00 好 到这个 到这个地方 或是到这个地方 其实 然后,记一下去看这些声将机好 其实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嗯 不太像是在直 直观在 你的那个 主调里面 那你在看这个曲子 其实这个副歌不会太 太长 才两页而已 所以它大概你可以开始预期 已经站稳了 tonic的这个调性 快要进入第二段了 那这个里面 最清楚的 应该有两个点 不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对 哇 I don't know 你们可以听听看 你们自己可以去决定 也许都可以 OK 好 所以 但是 不管在这个点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点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些语法 跟刚刚又不太一样 对不对 就是 它算蛮长的一个episode 对不起 蛮长的一个 一个主题 所以它 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唱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那个episode 不会太过的长 那这边很有趣是 也就是一个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 啪啪啪啪 然后再过来 啪啪啪啪啪 它大概是变成一个 四拍的三拍 的一個魔鏡 然後有很多大量的這個東西 產生 然後再來這邊應該就是一個 魔鏡加中指式的東西 OK 所以三連音完之後 就是 所以其實你這眼睛看不到 那個 用眼睛聽不到它的 核心價值 其實就是一個三分二分的 這種有趣的節奏的變換 這樣子 好 我們再過來看 OK 這是一個四個 聲部的對不對 然後主題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你遇到主題 比較長的subject 的時候你大概就可以去 思考就是它的episode 在第一段應該沒有辦法 太長因為 因為它主題超長 所以你們要去考慮一個比例的問題 看一下 看上 所以 OK 我覺得 iAAaaj 到這邊 出題的長度其實都還算是OK的 這樣子 OK 再過來第三個聲不是 直到這邊 好,所以你看短短的 不是我們剛剛講,因為主題很長 它有一個比例原則 就是我們期待的長度 跟一個平衡感的問題 時間的平衡感的問題 的問題 你今天有一個很長 萬一你今天episode也搞得很長 那其實就會分不出來誰是誰 就是它的 兩個不同的東西的鮮明度不會 不會這麼清楚 這樣子 OK,好 再過來 第四個聲部 要出現,對不對 到這邊 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是一個短短的episode 我們看到那個 魔鏡的陰形 有沒有 就是 就是 為什麼要這麼單純 一定要做魔鏡 你不能隨便寫一個過門 那是因為 你一定要讓這個東西 不能搶 搶過 那個 新娘的光彩 那個主題還是新娘 它最重要 你這只是半秒 你要把自己變得 比較單純 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你要 會用 很少很少的素 很少很少的素 菜 然後它的時間長度 是比較短的 有沒有 一塊一塊的 一個小節為一個單位 不像這個是 六個小節 七個小節為一個單位的東西 OK 好,四個聲部都出現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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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就可以開始去 期望接下去 它到底是 結束的第一段 還是 要 要 會有一個假性的第五個聲部 甚至第六個聲部出現 Counter exposition 對不對 好 但也要看這個曲子的幅度 跟你後面要去做的事情 不過你大概用眼睛要過去 大家要用眼睛就能夠又有分析的能力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說 又回縮成兩個聲部這件事情 其實 不太可能在第一段 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太久 因為它算是一個變化性蠻高 聽覺上變化性蠻高 一下子少掉很多聲部 少很久 聽覺上比較 算是一個很有變化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猜測大概這個點 就是低段的結尾 這樣子 OK 好 接下去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磨鏡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磨鏡的陰形 出現一些磨鏡 那你再弄到一個蛋 就正常的聲音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磨鏡在這個地方 交曰 說法的問題 用利用主題的最後的這一塊 去做一個磨鏡 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一個中指式 你看它是 咪咪發有沒有 轉到這個調 就它有一個中指式性 OK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再繼續 磨鏡 都是一樣的陰形 然後就結束了 這樣子 OK 好 所以也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現在 沒有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OK 嗯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一點點 喔 這個超級厲害 好,第二側第十首 三聲波 你看喔 超長 從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有多少種不同的陰性 這一定唱歌會被罵吧 對不對 可是 你知道 就是 你們的程度還沒有辦法寫到 這樣子 那麽有挑戰性的 那麽有挑戰性的 OK 這一切都是把它設計好的 這一切也都是 我們 我們看被作品 我把這些 這種 這些偉大 它可以 大家可以想到它活了幾百年 它活到現在 對不對 就是 它的 這個art已經是遠遠超越我們 平常人類做得到的事情 就是 它 最重要的起源點就是 它不會一直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它說 What else can I do What else can I do 我想這個是偉大的創作者 在一個框架裡面 但是 What else can I do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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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有些音,然後讓這個聲部出來 所以你屬於到這個 你有這麼多塊不一樣的時間密度的 時間分隔度的東西 這一切都設計好 你看,當第二個聲部進來之後 你就開始有一個3跟4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就是 它已經在思考perpetual motion 在我們invention的時候 你只能在16分音符上做手腳 I'm bored with that 就是我已經 就是,你把他講說 我已經不想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我沒有別的東西 所以,但他們的時間又不是像古典時間 它還是perpetual motion 它今天perpetual到4分 還是3分,還是6分 有沒有,就是 它還是在這些 把時間分隔 把一拍面分隔成幾個音 的一個 一個 一個perpetual motion 就是它的 它的 它的 音樂流動 它不會像古典時音樂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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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全部一起停下來 這樣子 但它 會有一個perpetual motion 可是它裡面分隔音符的方法 它今天是 叭叭叭叭,還是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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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一直走 他的那个 那个ratio 他的那个速率是什么 这样子对 超级有趣的ok 好所以超级长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这么长的时候 其实你大概能够做episode的机会 也会比较少对不对 这个曲子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因为其实 大环境来说应该跟前面 是没有差距太多 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 主题比较长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 所以你今天主题长 或主题比较短 或是主题的音域是宽的还是窄 他都会影响到你 怎么去处理这一块的一个思维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侧 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ok 这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东西 ok我们分一下好了 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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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地当 到这个地方 一样的钓戒 第三身符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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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這樣 有沒有 看得出來 然後第三次還沒有這樣 剛好最後這邊 跟這個對在一起 完美對不對 銜接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這樣子 好 再來 接下去 到這個地方 這邊 OK好 所以你還是在 這個流動感大概你還沒有到 你還沒有到第二段 因為它的 它的texture其實都非常的lazy 還沒有到第二段 所以你現在 三聲部但是有一個 對不起我要換一下 顏色 重畫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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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鬆去一點 我們剛剛講過就是 像你們在看那個上次 一些網上 它就是 它會叫做 counter exposition 也就是 你今天如果是 三聲部 它有時候還是會做到 四個聲部的一個錯覺 OK 好 所以一二三四 然後第四個聲部 常常都會是 新鮮的聲部 發 都 發 都 有沒有 所以不是三聲部 你就會把三聲部唱 它都會有一個 有可能會有 counter exposition 的 的 機會 其實就一樣 就是取決在 你的 音域 跟你的流動感 跟你 整個的設計 所以大家 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以去光把你的主題 在每一個音域 談一下 大概 預想一下 你自己的這個 subject 會 怎麼的去 expose 我勸大家 在寫下筆錢 你最笨的 一定是 一個一個小節節 而不是 看 看一下我的這些素材 可以怎麼的被玩弄 這樣子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今天只有寫到這個 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 我的音域 最高到這裡 最低到 發 其實我還有空間在往下 對不對 你看 發 都發 如果我今天三聲部唱完 是到這個地方 那 我主題 摸到 琴健的 音域 大概就是最高音在這個地方 最低音在這個 發 是不是蠻可惜 所以它會決定我要一個 假性的第四聲部 因為我想要再往下碰一點點 都是 都發 這麼低的這些音 我覺得在 呃 處理音域上 讓每一個聲部都能夠碰到一點點 這 那個 那個 主題 這件事情 公平 XA S很像女高音 女中 女中 然後男高 男低 這樣的 一個機會 對 好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嗯 大概要看老了 發 手 拉 發 手 都 看低音就知道 所以大概到這個地方是第一段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魔鏡 好 第一句的第一部第二部進來之後 第三個聲部進來以前 有一個算蠻長喔 算蠻長的episode 對不對 好 OK 好 所以 比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起 有沒有 對 我們講過就是在 這一個 嗯 嗯 那個 副歌裡面它的 多重聲部 它會有一個主導 通常都是音比較多的那個聲部會主導 然後 有一些聲部會跟著 譬如說 是 它幾乎都是跟著 然後另外一個聲部就是一些的 長音 有沒有 非常非常簡單再長音 OK 好 所以你要有一些層次感 就是誰是前景中景背景 好 然後再來 TADALIDALIDAL 他們今天是學 這我要講一下 你今天在娶我在花瓣的時候 有時候你能夠多娶一點就多娶一點 你今天SOFA MI REMEMI DO 你這個東西一定是從DO C Y E SOS LA FA 這個地方選來的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拿來摸鏡 還是說 你要一起拿來摸鏡 我要畫一下圈圈 有沒有 你是全... 啊...對不起 你要只抓這個 然後來乘很多次 還是你盡量多抓一點 你當然能夠盡量多抓 因為你一次可以解決兩個聲部 就copy過來有沒有 所以這邊是平行三六度的東西 馬上就抓過來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哒哒哒哒哒 有沒有 它這個東西有抓過來 所以我把它 然後這樣這邊是改變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每一個前面 有沒有 你們這樣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也就是 它不是只有拿一個聲部 就是它盡量能夠多拿一點點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也會比較聽得懂 因為你今天在魔鏡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 把你上下的支度 能夠一直讓我們重複聽到 我們就更能夠recognize 這是同一個滑瓣 在那邊一直弄來弄去 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很神奇喔 然後我們來看 把這個縮成這樣子 然後它不是就沒有這個收洗多 可是它後面補它有沒有 你看 巴哈就是巴哈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們用 我們用那個 我們用咖啡色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沒有用到的是 就是 後面的 對啊 這個有沒有 就是收洗都六度大條 跟收拉法這樣的硬性 有沒有 那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對 它魔鏡三次完之後 接下去要改變 你看省吃簡用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個 有沒有看到 當然低音有一點改變 是順著它的和聲走 然後剛好到這邊的時候介紹出 第四個 審步檢來 有看到嗎 對不對 盡量用 盡量用 省吃簡用 拜託拜託拜託 可以求求你們 就在你們發明新的素材前 拜託你們 就是你根本都還沒有好好的用 你看 所以這邊的東西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開始就變成是 當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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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大量的使用 前面就這樣子 就是這些隱形去抹進 那一樣有一個聲部去帶領 所以它一定要用這個聲部去帶別人進來 OK 然後到這邊接觸 到這邊是CADENCE 這樣子 OK 好 好,我们第二侧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侧的 好,我是选第一侧的后半段 这一手啊 再回去好,看一下,因为写的差不多 四声部,我觉得你们写不到这么难的耶 嗯 好,ok,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哦,讲到这东西,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有些同学这次影片中 谈的那些还蛮长的,我觉得 老师很高兴你们在挑战比较长 可是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要考虑 其实越长的 subject,它有一个特性 它里面一定会有内部 internal sequence 就是 它一定会有内部的,因为我们 太长我根本记不出来 我记不下来的旋律到底 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看哦 它一定会有内部的魔镜 反复这些东西 你越长的,你要越考虑到这些 要不然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在弹一次的过程当中,就记得住 它在干嘛,这样子 好,OK 到这个发,这样子 把它放上去 好,Y 我再拉一次 OK 好,再来就是 answer出现 然后再来第三个宣布 OK 好 好,我们先找一下 中指 我都看低音 咦,这边有点中指 OK,我们看巨大调 它转到E小调或者 不不,对不起 E小调或者是D大调 对 OK 米、拉、拉、瑞到这个地方 果然是 呃 我们等一下再说,这边也是 超高招的这样 所以大概你可以,就可以开始去找中指 用你的低音去找 它的低音一定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中指 是这样子 好,转到 这个调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第二大段 这样子 OK 好 OK,这边 倒影 大大大 OK 然后记得我们刚刚这边就是 所以我们这次城市 exposing your thing your subject 的方法 其实又不一样 OK 所以你今天先看英语 Sorry Um 有没有 也是很可惜對不對 因為再往下沒有去唱到嘛 對不對 好 但是也不一定要唱到 因為我們大概最後到ray 其實也算低了啦 OK 接下去 它 這一個 Counter Exposition 也就是 三聲部已經唱完之後 有可能假性的第四聲部的時候 Counter Exposition 它用的就是一個 因為如果我再唱一次這個ray 其實跟這個小姐的ray 其實是有一點redundant的重複 所以它都想要用不同的方式來唱 然後呢 也有點預示接下去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它用的是一個 Inversion 一個倒影 來唱 的方法 然後你就會發覺說 哇 真的是太高招了 所以它一方面唱 太厲害 有沒有 注意看喔 節點在這裡喔 低大調 可是不是節點完以後才開始唱 那個 那個第二段第一次的主題喔 它是節點中間 有沒有 所以這個 它不但完成了Counter Exposition 第四次假性去唱的 然後 它也連 連帶了 第二段的 就是低大調 已經站穩到新的調性 低大調 然後 subject 出來 然後 subject又 的 調性 又 剛好 切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超級厲害的 好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是到了以後 才開始唱你的 subject 這個手法其實幫它常常在用 常常在用 大家真的可以 好好的把它學起來 ok 好 就要看仔細 好 所以 這一切一切都會對你們來說都是一個很很棒的保障 因為 你知道像趙老師其實寫這麼好 就是真的是因為我的對位的說法 就是 太厲害了 這樣 那我怎麼去學像這種東西我也會學 你以為 節點都在 這種 很明顯的地方 可是我節點如果是在 我要唱的那個旋律的中間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音樂一定要是有一種神秘感 所有的藝術都要有一種in between的 道理是這個 還是那個的 一種抓不著你的那種神秘感 才有機會去達到一個藝術的高度啦 什麼東西它太白了 那其實是就沒有什麼機會了 這樣子 就當然要去 真的要好好的去把這些魔鬼的細節看出來 這樣子 ok 好 我們回去來看 你去處理episode的方法有很多種 好 你看喔 你今天 發覺這些這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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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這個跟主題一點關聯都沒有 對不對 好 你們去想過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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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題已經那麼長那麼多素材了 我的episode 把他的episode 還要用一個新的 好 这有很多很多原因 就是 其实就是在讲 你要怎么样让耳朵区分的出来 我现在是exposing the subject 还是我是episode 你在耳朵上 要有一些所谓乐句段落上的差别 出来 我们来观察你的counter subject 跟你的subject 它的counter subject是 说实话 你会不会觉得 它的subject跟它的counter subject 个性蛮像的 没有说太鲜明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 如果你这个地方 还是在用subject 或是counter subject的素材的时候 其实你这边会 可能会分不出来 我到底还处在 exposing subject的处境 还是我已经要做一些转换了 当你都一直没有转换 又接下去的时候 你的耳朵其实会批发掉 所以有时候其实是subject的种类 有时候是长度的问题 会让你有所期待或是时间的 就是什么样素材唱多久的一种平衡感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去使用纯粹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的耳朵大概没有办法去脱离 换一种耳目一新 然后再听到第三个声部 再回来的一种新鲜感 所以帮他知道 就是你要去listen to your material your material will tell you what to do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硬写下去 其实你没有一直去聆听他 写写聆听他的时候 你还是会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去打 所以写这种副格 没有一个公式 它只有一种 一些真理 就是一个做这个一个 真理 你可以把真理想成是一个大的方向就好了 他没有要叫你去 这些细部的东西 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式 其实是没有公式 但他有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说你要有些期待感 然后长度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巴哈知道 他势必要做一些阴形上的一个焕然异形 要不然的话 我的耳朵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今天设计出来的 Counter Subject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 所以你再怎么样拉出来的东西 他都不会太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地方反而去发明了一个 属于episode的 专有的一个zig zag 逐渐扩大的zig zag 这个地方也暗示了倒影这件事情 有没有 就用episode来暗示刚等一下晚一点会发生的倒影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闲来之笔太厉害了吧 对不对 就是 哎呀 你知道 你知道 经典不是随便就可以换来的 ok 好 不但你知道就是 交换申簿 然后倒影 然后zig zag 就是像新的阴形 所以你看果然 他一定做这件事 他每一次换episode 他不会放弃zig zag 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往上往下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 然后去带领别的生物进来 跟他一起做 然后这些别的生物可能就会跟 原来的这个 哎呀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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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跟着他走这样子 ok 然后 也同时暗示了 那个 倒影 跟 圆形 一起备用 这件事情 是不是 太高招了 对不对 好 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 一直去聆听 你的素材 其实是会告诉你 要做什么 我们看了这么多首 其实这边每首都不一样 好好玩 对不对 超级好玩 对不对 你看也是 都不一样 不过我们刚刚自己可以 我觉得老师还是要给你们很多空间 你们自己要能够去 呃 去 去找到 呃 创作出来 你们上次有些的那个什么 subject是还不错的 然后你就要开始去 listen to your material listen to your subject ok 他有一种真理啦 就大家可以慢慢的发 大家可以慢慢的发现 然后 呃 聆听你的素材 好像这个也是 一个 很厉害的曲子 在一个大框架 然后暂时去 去做很多 尽量去做很多 没有做过的事情 ok 好 所以回到 我们要再 再讲的事情 就是大家用弹的 请你不要纸上 用你的书桌 我写清你在钢琴前面写 你才有办法去听你的material ok 因为我觉得你们 大概还没有能力 真的坐在 桌子前面写 所以在钢琴前面 帮助你能够听到这个东西 然后你们的功课很简单 就是 先弹 弹三首 我把这个放在前面 弹三首 一二侧都可以 只要第一段呢 就是弹到第一 弹到你选三首 弹到第一段的前面 你当然可以选 对于你很比较有帮助 比如说属性跟你 的 的 的那个什么 呃 subject 比较像 可能是长的 或是短的 或是音域怎么样 处理的 或是你自己有 有兴趣的都没有问题 好 选三首 然后呢 嗯 一样的 弹然后一边讲解 play and explain at least three few because only the first set first section ok 然后把它fume 下来 弹完三首之后 请你就 呃 写 呃 弹你写的 自己写的第一段 ok 好 然后再补 补交一个score ok 我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可以在google 版本上面叫 或者是 呃 我要开个目的 我会写在email清楚给你们 ok 好 所以这样 assignment清楚嘛 然后这 我想看喔 这个weekend 这样会太 太赶了齁 一样是下礼拜三 以前 好不好 下 三月 四月 四月十五号吧 我记得喔 四月十五号以前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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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